歡迎收看健康有方 我是阿娥 我可以這麼開心就是 我很高興在季節變換的時候 我到目前沒有感冒 不能講這種話 敲散一下 不可以講 因為你一講你就很容易 就感冒了 很奇怪 然後如果你在辦公室 你就發現說糟糕 那個打噴嚏的離他遠一點 那個咳嗽的離他遠一點 那個發燒的 你不一定看得出來 那這些症狀 如果都在你身邊的時候 我要提醒你 今天這一集 你一定要認真的看 為什麼總是你在感冒 別人都沒事 而且你感冒才 剛剛覺得快要好了 你又二次感冒 你的身體發生了什麼事 好祝福大家 不要成為愛感冒一族 跟我們一樣 當一個身體有智慧的健康一族 為大家介紹 今天在現場的貴賓 首先介紹的是知名的中醫師 吳明珠 吳醫師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營養師宋明鎊 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脊椎保健專家 鄭雲龍正老師 大家好 老師的身體智慧 就是要告訴大家 身體一直有語言在告訴你 但是你常常看不懂 脊椎這樣撞骨 很困難 你看起來只是歪有沒有症嗎 不 他有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狀況都有連帶關係 那我們來講到感冒 再說各位 是常常愛感冒的人嗎 經常容易會感冒嗎 曾老師 我完全很少耶 驕傲 我非常少 真的很驕傲 我給你敲一下 我不容易感冒 真的 所以你自己有一套保健的方式 讓自己不容易感冒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自己觀察我女兒 她如果有壓力 她就很容易感冒 所以我自己觀察 從她小時候就是她感冒有沒有 然後我就問她學校什麼事 然後講一講 她就跟我講什麼事 然後老師怎麼樣 學校怎麼樣 我覺得她有壓力的時候 她就容易感冒 她不是跟你講完以後就紓壓了嗎 沒有 對 所以我等一下 那個壓力還是沒有釋放 可是我覺得 那時候大家去太怕有沒有 但是只是一個儀式 她覺得好像被關心 被安慰 她就會好比較快 不一定是那個 就是那個動作 那我自己的感覺是 為什麼我覺得我紓壓管理的 我對壓力的調適蠻厲害的 對 我不太容易感到有壓力 你怎麼調適 你從來不會覺得有壓力 不知道 不過她有去做那個測評 你知道嗎 她說我的壓力的調適是 98分 就接近滿分 現在很需要 你要把它丟出去 比如說 比如說我們要上節目 人家會緊張 我是完全不會緊張 然後有演講對不對 我常常演講 然後如果人越多我越嗨 我都不知道 什麼叫緊張的感覺 然後如果工作做不完 我也不覺得會很緊張 所以我睡覺也睡得很好 你有錢應該會緊張 我覺得沒有錢 我想辦法賺錢 所以我就比較 我比較不會有壓力的感覺 好 那個 鄭雲朗老師是屬於比較特例的 但是如果你可以跟鄭老師學習 像他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身體健康 我們也覺得很開心 不用看醫生嘛 不用難受嘛 對不對 名化呢 你會常常感冒嗎 我以前就是 就是還沒生小孩 還沒懷孕生小孩之前 其實真的滿容易感冒的 大概可能兩 沒有到兩三個月 大概可能一個月平均會一次 有啊 每次跟你又演 都聽到 你在啊 沒有 有的時候是鼻子過敏 因為我本身是鼻子過敏 鼻子把脈 對 因為是感冒 但是一般 我以前的時候 家人常會說 你怎麼又感冒 你怎麼又感冒 但是懷孕之後 到現在 小朋友都快一歲了 真的 當然先敲三下 奇怪 為什麼我們都會敲三下 不要這樣 這段時間只有感冒過一次 兩年多的時間 對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 是因為唯母折腔 還是說 月子有做得好啊 或者是說自己有比較注意 因為畢竟你感冒 因為你要照顧小孩 可能你就會 擔心傳染給小孩 所以可能你就比如說 你在外面 或你自己的營養啊 你自己的生活 你就會比以前來得更注重 所以當然你有下功夫 你的身體就會回饋給你 所以其實你有警覺性 這點很重要 比你等到感冒的時候 再來想說 我要怎麼休息 我要怎麼吃藥 預防重於治療 對 而且要很小心 季節替換的時候 我都會提醒很多老人家 跟小孩子 流感疫苗趕快去打 因為你不要 因為疫苗打了以後 它要一段時間累積 才會產生那個抵抗 而不是說我今天煮 我明天就要看得好夠 不是 大部分就是 給你煮了 一個禮拜那裡 有微燒發燒 有的免疫力差的 他就開始感冒 真正感冒 對 所以你看同樣是打疫苗 每個人反應症狀不一樣 所以體質是不太一樣的 吳醫師自己身為是中醫師 你自己會感冒嗎 當然會 其實我們一年 只要超過三次的感冒 其實就是免疫力 算是比較差的 那我個人來講 您剛剛說 這個 您剛剛不是說 旁邊有人在咳嗽 那有的人他根本戴個口袋 你到底 他到底是感冒有沒有 根本不知道 他自己有時候 也不知道自己感冒 那你看這些都是病人 所以我們常常就是在周圍 把老闆說 你有感冒 他說 我只是覺得我頭痛 我說你已經感冒 已經進來了 然後兩下 耳溫腔 一兩下 38度 他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 你知道嗎 還有這種的 那有的是自己覺得 我身體好痛 然後賣一把說 你有感冒 喉嚨 有感覺 你感冒正在進行事 所以像這種情況 你會發現 有的是 你以為他是咳嗽 你以為他是感冒 其實是過敏 所以你在身邊 在我們診間 你其實非常有這種病人 尤其天氣在變化的時候 所以我們中醫室 在自己在這個部分 也會有一些 應變的方法 那至於我個人 其實我小時候是一個什麼 過敏性鼻炎 然後又是意味性皮膚炎的 這樣 所以我現在都還有一點 你有喔 你小時候也是這樣 所以現在都還有一點痕跡黑黑的 那其實這些 可是我覺得 在我轉骨的時候 我要感謝我的奶奶 還有我爸爸 而且我 成長的階段轉骨 成長的階段轉骨的時候 其實他轉骨 並不是只有身高的這個 還有體質 所以我發現我轉骨完了以後 這個身高反正常常熬夜 可能這身高也還好 可是我發現 鼻子過敏改善很多 皮膚改善很多 所以在這個感冒這個部分 也整個大幅下降 其實不管怎麼樣 能夠動一動活絡身體很好 可是我們講到說 感冒跟我們的筋膜有關係 我就有點搞不太懂 為什麼跟我們的筋膜有關係 其實古人 他們對於預防增加免疫力 最好的工法叫做八段錦 對 他是在做筋膜的簽章 跟對身的簽章 比如說 他們會做這種 雙手脫天理三交有沒有 然後左右開工式射雕 他們都是左右對拉的 你知道幹嘛嗎 他們在把筋膜放鬆掉 因為筋膜其實就是 影響了你全身的循環 你的身體裡面 有70%是水分 可是什麼叫做筋膜 會不會有影響 因為你會有筋梭的情況 你筋梭的情況就是指 比如說我們駝背打電腦 前面頸後面頸 對 那你會不會影響到 頸部的淋巴循環 會 你坐姿翹腳 你會不會影響到 鼠西部的淋巴循環 一定會 而且你的筋膜 筋梭了 就我們講筋梭 就是筋膜的緊繃 會創造出一種路線阻斷的問題 比如說神經壓迫了 血管壓迫了 彈性變差了 然後淋巴受阻了 所以剛剛我們在抖肩有沒有 也是放鬆 而且它這樣動的時候 血就往這邊走 如果以筋膜來講 對 這邊前後 我們有三條六條 就在這裡 所以你想 動的時候 然後你剛剛那個 我老師動得多漂亮 這樣 太上下對不對 所以它整個氧氣會進來 是 而且你知道嗎 筋膜它其實是一個網絡 有內臟筋膜 有淺筋膜 有有深筋膜 它其實一塊肌肉 外面那個薄膜 就像我們吃肝蓮 肝蓮外面不是有筋 對 肝蓮就是豬的橫隔膜 你看它橫隔膜外面 不是有一個 我們咬不爛的地方 其實它跟其他地方 都接著內臟的筋膜 所以全身的筋膜是連帶的 意思是說 我今天穿襯衫 我如果把我這個地方拉著 我這裡本來不緊的 可是我駝背 我後面就緊了 有沒有看到 結果你這個緊繃的狀態下 你想像是你的筋膜 就拉緊 對 它影響不只是你的表面 什麼酸痛而已 它影響其實跟你全身的皮膚 你看如果媽媽抱小孩 又洗奶瓶 那幹嘛的 還有極奶 是你這條筋膜整個發炎 有沒有 它就說 我本來是在這裡 然後我現在在這裡 到後來我這樣 我整體不好就叮噹 它來看你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用力不當 然後一直用這隻手 那這個時候 你會發現 在針灸的時候 它就 我們真的不是只有 表面的肌肉 煎到筋膜裡面 它就會很痠 然後給它熱膚弯弄一下 它就覺得 甚至有厲害到筋膜 已經剛剛說的 像張老師說 已經縮在裡面了 那時候我們還要給它什麼 針灸完 有時候給它放血 所以我們講的筋縮 就是我們說慢鞍 那我現在做的就是 把它放鬆 怎麼放鬆呢 對 那放鬆當然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背後 不是靜默的本身放鬆 是你在放鬆的過程 你的心情的壓力也會療癒 所以我比較傾向是說 你在上班族 就是平常要讓身體是開展的 做一些伸展 不要鬱悶在胸口裡面 然後睡覺前 一定要找到你自己 舒適的紓壓時刻 就睡覺前15分鐘 20分鐘 請大家把手機關掉 開飛行 然後不要看電視 然後就做你屬於 自己的安靜時刻 配合深呼吸 因為你配合深呼吸 你整個人肌肉也跟著放鬆 你就給我們看吧 對好 我先做上班族的動作好不好 好 上班族有個動作 因為大家都是往前縮著 所以我們試著做一個 把手放肩膀的動作 然後手肘往上 拉到最高 手肘往外 往下夾肩胛 下巴往上拉 來放鬆 我自然就 我們來配合 上班族真的 不太會做到這個動作 配合深呼吸一下好不好 來 手肘先往上 到最高之後 打開外面再下來 然後下巴往上拉 配合深呼吸 一起來 來 電視機朋友 電視機前面的朋友 一起來 開始 來 吸氣 吸 打開下巴往上拉 吐氣 再一次來吸 打開吐氣 好 這一次吸氣的時候 先拱背 拱背 來 往上吸 老公小孩很聽話 吐氣 哇 很好 好舒服 我說那個心念也很重要對不對 我一邊想 老婆 小孩 老公都很乖 公公婆婆也不找麻煩 一邊做運動 我就舒展 心念可以跟著帶動嘛對不對 像你的辦公室可以做這樣伸展 也可以 深呼吸也可以 那我比較強調是睡前 尤其感冒者 你睡前要給自己一個安靜的時刻 比較有任何的 因為你這個過程 可以讓自己有那種 享受自己獨處的時候 來 我先做一下 睡覺前要做的動作 很簡單 叫做四字伸展 所謂叫四字 像阿拉伯數字的 一二三四 所以翹腳 這叫四 翹腳 OK 四字之後 你把腳踝的外面 這個骨頭要放在外面去 不要亂你會抖 是 然後過來之後 你知道轉兩邊 一邊是往右邊倒 所以小腿跟那邊45度 不要這樣喔 要出去一點 往右邊倒之後 然後身體呢 再慢慢轉回來 雙手打開 雙手打開 哇 然後深呼吸 兩個是反向的就對 這每個人都做得到嗎 像扭毛巾一樣 對 深呼吸 因為你自己可以控制你的強度 你覺得有緊 你就停在那 所以把這個筋膜都拉開 回到中間之後 換邊 換邊 我壓到麥克風 好 來 換下去之後 你先放著 先導向同一邊 上半身 固定下面 上半身再慢慢導過來 伸展 我覺得好舒服喔 對啊 五次以上的深呼吸 也就是一分半以上 然後換腳 右邊坐 左邊坐完 換坐右邊 非常簡單 但是你會覺得 收穫很多的原因是 你這個過程 你會覺得你自己在享受 一個獨處的時間 而且你的筋膜也放鬆了 那更重要的是 這個過程 你的筋膜鬆開了 你會覺得睡得比較好 睡眠好 你的壓力也會 免疫力又提高 今天大家要試試看 對 叫做四字伸展 因為我們腳翹起來 像寫一個四一樣 那這個伸展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講 那個筋梭 你要把它放鬆 那其實 很多時候在做動作的時候 你不是只是 形體上做那個動作 你知道我自己有時候做瑜伽 瑜伽老師會提醒我說 心念很重要 對 對不對 脊椎保健答案 也是這麼說 心念很重要 你想的是什麼畫面 可是好奇怪 你一個人獨處的時候 常常有不好的事情 一直跑進來 哎呀 周佛陸魔 真的嗎 不是啦 就會想到說 哪件事情怎麼這樣子 然後不爽 然後哪件事情 就會自己跑進來 有啊 你自己在打坐的時候 他有時候就有心魔會進來 我覺得可以搭配一些音樂 這個放鬆 所以音樂 燈光 香氣 對 然後再加上信念 比如說可以講一句話 自己對自己講 我很感人也很喜悅 是 我正在一天比一天更健康 然後想著這老師的臉 就是這樣子 因為媽媽 感冒全家都遭殃 所以在季节交替这段时间 我几乎如果勤劳一点的话 就每天我都会打一杯绿色风暴 绿色风暴 绿色风暴 当然因为今天用的 这个奇异果的量比较少 所以它绿色比较呈现不出来 对 我的食材 好像沙漠风暴 其实我基本上我的食材 就是有绿色奇异果两颗 那然后苹果一颗 而且苹果是带皮的 红萝卜半根也是带皮的 然后综合坚果就是两汤匙 那个小汤匙就是外面那个 面殿的那种白色塑料汤匙 两汤匙 然后水其实就看个人 如果你喜欢稠一点 你就水少一点 如果你喜欢浓一点 对 比较稀一点 水就多一点 对 我这个不会额外加 什么蜂蜜啊 糖啊都不会 就是单纯这样子 因为其实这一季的 绿色奇异果跟苹果都蛮甜的 对 所以其实你就可以 吃到食物的原味 为什么会这样搭配呢 因为其实在调整我们的免疫力 最主要有三大营养素 叫做维生素A C E 维生素A其实主要就是在红萝卜 里面有β胡萝卜素 可以帮助我们合成维生素A 那为什么我不去皮呢 因为β胡萝卜素是在皮的下面 所以如果你把皮削掉的话 很可惜 那个β胡萝卜素很多就会流失掉 对 所以其实为什么会加坚果 是因为β胡萝卜是脂溶性的 你加点坚果有油 它的吸收率才会好 那其实维生素A是可以增加 我们上皮黏膜 就很像我们身体的陈墙 如果我们的上皮黏膜细胞破洞了 或者是它的功能比如说受到影响了 旁边咳嗽你就感冒 对 所以其实我们 对 我们第一道防线 我们的陈墙上皮黏膜细胞一定要顾好 第二个就是维生素C 它是可以本身就可以有四大功能 抗病毒 抗细菌 抗氧化 还有抗发炎 所以奇异果 其实本身的一个维生素C含量很高 所以记得这个绿色风暴 我们不要用热开水 我们刚刚前面讲到了 你不能说因为 冷的 对对 就是温的也可以啦 但是就不要用滚烫的水这样子 然后苹果呢其实主要是调味 那维生素E主要就是在坚果里面 对 像我们今天准备的就是原味的 没有糖也没有什么盐 淀粉 对 综合的我都是 因为我懒 所以我觉得说 快 对 我就是买那种综合原味坚果 然后就这样加 其实很简单 有的时候早上 因为这个其实它的酸度没有很高 所以其实你打一杯 然后搭配早餐 其实一起吃你就可以 而且像我自己我是 喝完这个我马上就有变异 才会就蠕动啊 对 就想要去摁一下啊 对 你就把身体的一些废物毒素排出去 然后就去上班 一整天就神经气疏 所以这里面维生素的ACE都有了 各种颜色都有了 连这个 坚果 黑色都进来 没有调味就这么好的 对 不用调味 因为奇异果 苹果跟红萝卜 我觉得它的味道就已经很好了 所以我们都是吃到食物的原味 对 而且口感也很好 那浓度其实你可以自己调配 你要放的水量多少 对 没错 那你的感冒可以缩短时间 其实明华提供了一个方式 那吴明珠医师也要告诉大家 其实你的耳朵很好用 有穴道的 对 那刚刚曾老师提供了 怎么样呢 让你好睡 美丽很好 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有些地方真的是没有空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 代表我们全身的 经络的 一定要每天给他按摩按摩 像我很喜欢被人家按摩耳朵 我要是去拉拉搓一搓 搓一搓都很好用的 等一下我帮你搓拉一下 好 我也会叫我老公 我帮我老公拉 我就拉他的耳朵 你过来 我是帮你按摩 对 你对他实在太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耳朵其实有重点的 不是随便乱拉 不要让他觉得你个人 阿朗姐就是随便乱拉 我随便 有恶意的什么 攻击的状况 但我们不是 我们轻柔的拉一拉 耳朵其实是我们温度 皮肤温度最低的地方 所以有时候你烫到你会赶快 对 所以你要动它的时候 你就放手先搓一搓 让它热热的 然后用我们的什么 这个双手腕能 这个持股 对 那我们开始拉 怎么拉呢 上面 我们先拿我们耳垂 耳垂往下 耳垂就是我们的什么 头 耳垂的中心点就是我们的眼睛 所以我们常常用眼睛用很累的 这个时候把它搓一搓 刚刚不是搓了热吗 所以我们把它搓一搓以后 往下拉一下 不要把它拉上 让它觉得不舒服痛 所以你可以找它 按的时候可以找我拧它一下 这样子动一动 比如说这样这个 吴医师帮我服务 对 名画对不对 一个手放在下面 一个手放在前面上面这里 稍微搓一搓以后 左三圈 右三圈 然后这个地方 中间这里有个神经衰弱点 要按按 然后再来是什么 拉一下 吴医师好关柔 要有弹性 一 二 三 叮 拉上来 然后再来我们要开始往中间这里 我们不是有一个耳朵的平面吗 是 其实我们这里是我们的脊椎骨 所以我们按的时候 我们要从上面往下面这样子 这个硬硬的不好按 我还是按名画好了 对 然后你就发现我们这样按的时候 开始这样子搓一搓 捏一捏 动一动 有没有 你就发现这个脊椎按到这里的时候 很舒服 有没有 再拎一下 捏一捏 弄上来 要这样 有没有 这样动一下 前后左右 前后左右 你要摸到 不是只有按 不是机械性的按 按一按的时候 你手上会有触觉 你要发现 在这个地方 有一点点紧紧 按按 点点的 这些把它揉开 就红的 对不对 红柔也 可是其实吴医师没有按很大力 对 就出来了 刚刚是下面 然后我们现在按着耳尖 那刚刚也是这样 动一动 揉一揉 那耳尖这个地方 这里面有这个三角窝 这个地方跟我们的骨盆腔 这个地方 还有大腿有关系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按这个 揉进去 揉进去 按一按 那当然上 刚刚说的下 上 然后整个圈 中间有控制的时候 可以在什么 耳朵的耳洞 可以这样 动一下 好舒服 对不对 两边都要按 这边也要有 所以刚刚都 这里有没有 这个刚刚就是三角窝 对我们的腹腔 这个的血循很好 所以有些人 月经常不舒服 干嘛都 这个地方也要什么 多按压 还有刚刚腰酸的地方 也多按压 那有的常常会脏气的时候 这里有没有 要多按压 脏气中间这一条 有多真的好 好精密 而且它真的是很好用 对 而且我这样拉一拉 我自己一边再拉 各位你是不是一边看一边拉 我发现我好醒脑 对 我觉得精神就来了 眼睛就亮了 要不然你知道感冒的时候 会很萎靡 对 振作不起来 所以接着 吴医师还要告诉大家 让我们的抵抗力 可以up up 可以升级 刚刚明话教的是 怎么样来吃的 绿色风暴 食物进来 那我们是喝的是热饮 是 我们要补气真面 那这个在中医来讲 五脏六腑都有关系 跟我们的免疫力 真的有关系 所以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一个就是 刚刚说你说黏膜有破洞 你就会进来 那我们有一个 但我们的这个联膜 完好如初之外 还要怎么样 热的时候要出汗 然后冷的时候要缩起来 也就是我们的毛孔 要什么 收缩自如 那这个很好的一个药材 就是我们常常知道 极极 就是黄膜 那有时候小朋友喜欢 是甜一点的 我们就用禁膜 禁膜是比较什么 比较黄 比较甜 那北膜呢 增加免疫力的效果比较好 但是它味道 比较没有那么甜 比较白 这个黄膜 那如果水多一点 我们用到三到五千 因为有时候办公室 大家一起喝嘛 那如果自己喝 单人分享的时候 我们就用三千 那这个西洋参 我们进来了 我们外面的这个皮毛 进来以后 如果稍稍不小心 它进来到我们的床 就从鼻子进来 到我们的气管 这个就是肺 那我们用的是西洋参 那这个西洋参 我们也用到大概三千左右 那如果说你刚开始 不大会喝 因为它有一点点苦涩 那也因为这个苦涩的味道 它本身就可以什么 滋养我们的肺因 你如果稍微感冒 是不是嘴巴会这样子 干干的 所以如果你吃错参的话 你就不行的 所以我们吃的是西洋参 然后再来 再增强我们的肝的一个 我们要解读能力好 对不对 我们的整个免疫力才会好 我们加了一个磷 那这个磷子是比较苦的 所以我只用一千 那所以呢 加起来大概就一片到三片就好 刚开始试喝的话 用一千 用一片就好了 然后再来加一点甘草 让我们整个呢 就是可以调和 然后解这个整个药的 如果有什么毒性干嘛的 就平衡一下 试喝看看 有甜味 有甜味对不对 没有 我觉得你话很聪明 你知道吗 他已经喝了三杯了 要记得要热开水 热热的喝 对 热热的喝 那还可以什么 回冲的 不要浪费 所以它有味道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用下来 这样整个 郑老师也 他们都喝三杯了 我才第二杯而已 而且这个是热饮 所以喝下去你也整个身体很温暖 我觉得主要是 其实像刚刚医师讲的 就是很多人可能感冒 喉咙会特别干 或者是待在冷气房 其实喝这个真的 喉头都觉得好舒服 那有很多人就会二次感冒 三次感冒 那个真的就是自己的抵抗力 比较弱 你就觉得奇怪 办公室人家没事 就你就会感冒 你只要是 等一下我们毛孔一开 碰到寒气又开始感冒 那不然就是隔壁有人咳嗽 你又开始咳嗽 对 我就觉得其实 如果你没有办法 即刻提升你的免疫力 戴个口罩 还有我们刚刚讲的 自我的保护 围巾 围巾也是一种药 所以刚刚的季节围巾 帽子 口罩 我觉得缺衣服 还有压力管理 情绪管理 都很重要 是这样的运动 不动运动也不行 有时候好气 你会发现 累得要死 然后隔天就感冒了 真的 好 祝福大家不要感冒 冬天也能够身体健康好不好 谢谢我们的来宾 谢谢 谢谢 我觉得都可以自己做 所以这个都可以做得到 对 像刚刚郑老师那个方法 我觉得也有 往上 往上 打开 打开 往下 好舒服 对 而且我觉得配合呼吸很重要 很多人不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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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